很多同学其实一直想着发家致富 逆天改命 实际上的真正的逻辑是在于什么的 他要走出他原来很小的那个世界 对吧各位 其实你像很多同学你看自媒体 是不是你在家里 就是你没刷到我之前 是不是躺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家里 你身份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 你现在是不是给予了 来到深圳是不是给予了你新的身份 是不是逐界的操板手 身份转变了没有 那你的位置转变了以后 你的观点会被转变 会 是这样的 所以说深圳决定立场 立场决定观点 对 对吧 然后你去看看量引起质变 质变引起相变 相变引起权变 我们最后改变是不是把权力给改变了 是 你原来是背那个对不对 你现在要做一个规矩的制定者 这个权力变化是不是你想要的 对 是 这叫改变 原来是你的命是被人掐着喉咙 现在你是要掐着别人的喉咙 对 你怎么做 告诉我 破缺 在那个身边走出来 你给我想好了 你能不能让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赚到钱 把这事给我想明白 创业不就是这样吗 创造加就业吗 就是成就别的 你能养几个人 你能养几个人 创业就是养人 很多人自己都养不活 他怎么创业 各位 我们说搞钱这个事情很现实 你能养几个 很多同学懵逼了 老师 我养我自己都很困难 你看 他的收入是不是很难以啊 他没有办法去组织有效的 创造更大的价值的东西 你说钱是谁给的 是不是消费者 对 客户 客户是不是 对 那我的三观 我的六观客里面 是不是讲客户怎么去搞定客户的 那搞定客户之前 你是不是知道客户有什么问题啊 对 你帮客户解决问题了 人家才给你钱呢 那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老师 我 我他们我自己都解决不了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度人先度己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自己 各位 解决不了 自己是解决不了自己的 这就是悖论 所以你是不是像高手看齐啊 对 找人带你啊 有没有毛病 没毛病 都是师徒制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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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